英倫銀行在議息會後暗示減息 但為何英鎊的匯價不跌反升呢? 今天和大家講解一下 大早晨,今天是2024年5月10日星期五 歡迎大家收看《財經早餐》這節目 在星期四晚的議息會 英倫銀行與市場預期一樣 維持所有貨備政策不變 息率保持在5.25%的水平 至於整個議息會的焦點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在九位議息委員當中 有兩位,其中一位更加包括英倫銀行副行長 他支持即時減息 其次在會後聲明中 英倫銀行行長貝利說 對於6月的減息可能性 既不能排除,亦非既成事實 確實從表面看這句 可以說是一句很無靈兩可的說話 但作為央行行長貝利 在減息這個重大議題上 他的言論是必須謹慎的 當說話說到這份上 除非通脹在未來一個月突然大幅攀升 差不多可以肯定 英倫銀行將很大機會 會在6月20日的議息會上減息 最後貝利也說 我們很可能需要在未來數個季度裡繼續減息 減幅可能比目前市場利率所指向的幅度更大 簡單來說,貝利的說話指向英倫銀行在未來的減息幅度 可能較現在市場估計要大 好了,從路透社的數字我們看到 議息會之後,英鎊的匯價一度跌穿1.245美元的水平 但很快就作出反彈 主持銀行市場報1.2519美元 英鎊不跌反升 當中相信的原因也有兩個 現在歐央行和英倫銀行已經先後暗示 會在6月份減息 而聯儲局也宣布了 從6月1日起會減少縮表金額的規模 這給市場的感覺 距離聯儲局的真正減息日期可能不太遠 其次是什麼呢? 就是在英倫銀行的議息會之後 我們看到英國的金融時報100指數 隨即以歷史高位收市 金融就是英國現金主要產業 英國金融業的暢獲 這當然可以利好英國的經濟 以至英鎊的匯價 這也解釋了為何昨晚英鎊升的原因 今天在本港時間中午兩點 英國將會公佈首季的GDP 重點要看的就是英國的經濟 能否從去年第四季度的衰退走出來 技術上來講1.24美元 可以視之為英鎊的支持 初步的阻力可以留意在1.27美元這個位置 好了今天講的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一再見 我們下星期再見 我們下星期再見